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是在寻找鸭妈妈吗 或者还是说你们的肚子饿了呢 叫得我的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有办法 看到你们的下面里面装的糖果呢 来来来 我们先来吃点糖果补充一下能量 小黄鸭 你想到鸭子呀 就想到什么呢 小时候我们学过的歌曲 我想小伙伴们肯定都会唱呢 而且唱起来还记忆犹新呢 哎呀 不得了这糖果还出不来 这是不想让我吃的节奏呀 哼 怎么行呢 我一定要把它拿出来 那首歌曲怎么唱来的 来来来 导演 来爷爷 门前大桥下有过一群鸭 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十六七八 咕嘎咕嘎 真呀真多呀 数不清到底多少呀 干呀老爷爷胡子白花花 炸鸭唱的小嘻嘻还会说小话 嗯 好 唱完了 开始要吃糖了 嗯 哇 嗯 大家猜什么味儿 嗯 冰冰凉的酸酸的味儿 硬吃糖果 嗯 吃起来酸爽 哇 好 几颗下肚啊 已经能量满满了 那我们继续来让小鸭子唱歌吧 来来来 欢快的小鸭子们 我们一起来摇摆 一起摇摆 一起摇摆 哎 导演干巴巴的 你应该来点音乐呀 一起摇摆 一起摇摆 哇 叫得我好肉麻 哎呀 感觉听不清楚 他们在叫什么直到什么的 就是 我终于明白原来鸭子叫的是这种声音啊 好像小时候听过的鸭子叫长大都忘了 如今再回顾一下 原来鸭子叫是这种感觉啊 哇 哇 一个比一个叫的厉害 叫的我有一点受不了了 好了 赞好队 哎呀呀呀小黄鸭们 伙伴们 你们喜欢这么可爱的小黄鸭吗 那我们本期的可爱小黄鸭糖果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喜欢的朋友们别忘了关注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